這次也是胃氣染白 沒有染過這麼淺的頭髮 老婆看這個是什麼 他一看到我就說 你是誰 他聽得好會 你是誰 這老婆現在不是懷孕 對 懷孕 他預計七月底生 所以現在是 六個多六 孟姿是因為他身材維持得太好 你從背後看他就是一個 纖細的少年 然後一轉過來就 啪一顆球 很厲害 第一時間知道他們懷孕的時候 我其實很感動 為他們開心 但我回家竟然莫名的 有一種落寞感 就覺得 大家比我晚結婚 哇都蹦出來 我還在這裡幹嘛 其實也沒有人催我 也沒有比賽 但是 我就莫名的開始覺得 有一點緊張 我希望這部戲就是 多跟他接觸 然後你們帶給我好運氣 那你不讓他吃麥當勞 不是 我沒有不讓他 這個我要澄清一下 我沒有不讓他吃麥當勞 是他半夜兩點 要吃麥當勞 正餐時間我問他說 那你要不要吃麥當勞 因為他講好幾天 不要我想吃別的 他就往那邊去買 然後吃完之後呢 到了半夜他就跟我講說 他要吃麥當勞 我說但是你 這樣一整個餐太多了吧 那你吃一半 他說好好吃一半 然後後來就在我收裝備的過程當中 他就把整個餐吃完 不是說一半嗎 他說誰跟你一半啊 我要吃就要吃全部啊 好像說容易吃飽之後 如果你太快躺下 容易胃食到逆流 但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吃完 然後你又要等消化完 因為消化的時間又會比較久 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不是單純不讓他吃麥當勞 我看到很多網友在下面講說 就是要吃麥當勞 運氣就是想要吃垃圾食物啊 為什麼不讓他吃 很多網友在下面回 我有看到 但只是因為 我擔心他消化完已經添亮